台南有一对成性夫妻 八月初将两个月大的男婴送给保姆照料 但这个月四号男婴突然被谈 噎到喘不过气 保姆没有在第一时间叫救护车送一急救 反而是打电话要家长自行送一 家长控诉保姆延误送一 男婴到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急救后虽然会负心跳 但如今濒临脑死 家长难以接受提告药桃公道 夫妻两人准备到家务病房去看孩子 因为面临最艰难抉择的时刻 因为他们刚满四个月大的孩子 躺在病床上 全身插满导管隐线 病临脑死状况非常不乐观 就起来已经比植物人还要严重了 成姓夫妻两人原本住在嘉义 因为工作的关系 八月初将两个月大的宝宝 委托给认识的保姆照顾 但这个月四号 妈妈准备要去接宝宝时 保姆突然通知 孩子被谈噎到喘不过气 妈妈当下请保姆马上叫救护车 但没想到保姆竟然说 她的手机无法拨电话 要妈妈自己联络救护车 实际到保姆家家中无人 但庭院仪式招人泼红漆 而保姆急救开刀之后 虽然恢复心跳 却还是病临脑死的状况 家属也预计20号下午把管 目前社会局也要求 这名保姆暂停新的收拖 并且转拖原本收拖的另一名幼儿 而家长已经提高保姆重伤害 后续社会局也会协助追踪案件的司法进度 记者文正好人滩报导